9月,中兴社记者参与南宁渠道思路交响采访团 来到法国的薰衣草之乡普罗旺斯 就在一个月之前 广西南宁市与法国普罗旺斯迪朗斯、吕贝隆、维尔东地区 签署建立友好市区关系异象书 为两地旅游经贸产业的发展铺垫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也让中国广西南宁的茉莉花、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 在丝绸之路两端遥相呼应 法国普罗旺斯迪朗斯、吕贝隆、维尔东地区 由25个市镇组成 属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 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其中瓦伦索勒高原 作为法国薰衣草的主要产区之一 是法国种植薰衣草面积最大、品种最全的地区 也是观赏紫色薰衣草海洋波涛起伏的最佳地点 这里的薰衣草花海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往参观 张国强是该地区旅游局项目经理 2009年他开始策划普罗旺斯之星 薰衣草旅游项目 然而项目启动一时 团队便遭遇了难题 2009年我们在推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障碍应该说是语言障碍 普罗旺斯根本就没有华人 有这么好的景色 可是对应的这些中文资料就一点都没有 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把这些旅游局里面的资料拿回来 就把这些法语的资料翻译成中文的 从粗放式种植到规模化培育 从作坊式售卖到系统的产业化经营 十年时间里 薰衣草相关旅游项目 在张国强等有心人的推动下 从无到有 如今 每年六七月份到访的游客 不仅可以观赏瓦伦索勒高原的薰衣草花田 还可以参观薰衣草精油生产地 观看薰衣草收割过程 张国强说 他还将继续挖掘当地旅游资源 开发更具地域特色 和更适应中国游客消费习惯的旅游路线 和旅游文化活动 除了文明世界的薰衣草 该地区的格莱乌市 还拥有法国的第三大温泉 温泉疗养等特色产业 每年吸引着全世界游客 前往参观和体验 近年 中国复法旅游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截至2018年 这一数字超过230万人次 更具体验性的深度个性化旅游 成为中国游客的首选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随着中法两国不断深入合作 将为民众带来更新鲜丰富的旅游方式